王沪宁麻烦了,我的国真厉害,外媒聚焦贸易战,中国舆论在反思贸易战势力的起因时不提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是关注中共的宣传策略,认为,因宣传口吹嘘厉害了我的国引发贸易战。 外媒纷纷聚焦这一问题,认为认为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在党内遇到了麻烦,广告中美8月下旬将重新启动,贸易谈判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继续向中共施压,让中方拿出更好的谈判条件,否则,不会达成任何协议。 川普表示,每年美国的钱都在流失这些钱流,向了中国每年500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已经好多年了,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他们中共也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也处在震惊状态,觉得自己居然能够侥幸脱逃了这么久好几十年。 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于8月20日,开始举行公开听证会讨论,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 20日英媒BBC报道说,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打击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盗取知识产权,想破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等。 但国际媒体发现中共舆论在反思贸易战的起因,时从不提及这些不公平贸易行为,而是关注中共的宣传策略。 是否是当许多人质疑中共在宣传上大张旗鼓的叫喊厉害了我,德国不仅让举国上下沉浸于自不量力的盲目自信,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戒心。 在中共的媒体宣传中党媒利用擅长的谎言与抹黑伎俩,将美国追求公平贸易的诉求扣上威胁,讹诈的黑帽,借此欺骗中国百姓混淆视听,并回避遮掩中共长期窃取技术,弯道超车的不道德经济发展模式。 是今年3月,中共慎邀国力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在全国供应票房,接近5亿人民币,一举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纪录片。 极具讽刺的是刚刚厉害一个多月,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制裁中兴通讯,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销售零部件。 没料想这个中共所谓的高科技巨头竟如此不堪一击,随即华智崩溃的边缘,这无疑打了宣扬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实力远超美国的中共文宣系统一记耳光,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令,中共政商各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忧虑。 其后美方又宣布要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税,甚至说准备好对5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 在看清楚了自己根本无力对抗后,中共企图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反对美国的制裁措施,但欧盟等国家却纷纷倒向了美国。 贸易战不仅使中共在国际上被孤立国内经济,也屡屡不正高层还出现分裂现象外媒说面对川普,政府采取的贸易惩罚措施,北京显得被动而狼狈在此情况,下中共知识界乃至政界,开始对宣传口吹嘘厉害了我的中国的宣传政策。 产生了强力的反弹,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6月份的一次演说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关注刘亚东说,在很多情形下我的国没有那么厉害,甚至受制于人。 有些人对中国成就夸大其词,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其结果。 误国汉民,由亚东不点名地批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吹嘘中国居世界第一,国力超过美国的言论误导,中南海清华上千校友更是联署要求罢免胡安刚。 纽约时报引述中国社科院经济学者于永定的话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很少有人觉得贸易战会真的开打。 一位中国智库学者告诉路透社,许多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都对中国的贸易战政策感到不满普遍看法是,中国目前的态度太强硬领导层错估了形势报道说,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分裂习近平的助手,意识形态主管王沪宁成为针对的目标。 他因宣传不当和过度夸大中国的实力,在党内陷入麻烦不过报道,认为王沪宁被踢出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不大。 纽约时报8月15日引述美贸库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甘斯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中共高层误判了形势,没想到美国真的会打贸易战。 这让他们痛心疾首,正在试图寻找方向调整路线报道说,如果贸易战对中国不利这些官员,可能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这些人包括中共首席理论家王沪宁。 他帮助策划了宣扬中国崛起的宣传基调,再就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他是与美国陷入僵局谈判的负责人。 面对如此严峻困局中共高层,显然也希望避免中美冲突恶化。 因此在官方的相关宣传,以趋向谨慎路透社报道,中共已命令官方媒体不再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美国和欧盟军对此项目涉及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非常不满。 7月中旬,中宣部已经下令限制媒体使用贸易战,急批评川普总统的说法。 纽约时报评论说到目前为止,中共的反美宣传尚未提高调门,也没有煽动类似近年来反日示威那样的反美行动。 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共内外交困。 之际中共被迫再次回到谈判桌,中共商务部8月16日宣布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8月下行将率团访美双方,将九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